嗨,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我们来做个红糖饼 不用揉面,不用擀面 比面包都血软好吃 现在碗中倒入三颗酵母 一勺白糖 然后倒入250毫升温水 将酵母化开 再分次加入300克面粉搅拌均匀 像这样粘稠的虎状 然后盖上保鲜膜发酵至2.5倍搭 也可以提前一碗发酵 早上起来快速做好早餐 然后准备糖馅 红糖和面粉的比例为2比1 这样做出来的糖馅不会太干 喜欢吃芝麻再放入些熟芝麻 搅拌均匀备用 在案板上放入足够多的面粉 然后取出面糊 整理成长条形 下成8个面剂 然后取一个面剂向内按压 整理成圆形 再将它按扁包入红糖馅 用包包制的方法搜口 饼称预热后刷油 放入饼均 表面再刷上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焖2分钟 开盖翻面 再盖上盖子另一面烙2分钟 用手按压快速回弹即可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糖饼 特别蓬熟渲软 凉了都不会硬 喜欢的朋友也赶快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